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相对于此前的那个版本而言 后面那个版本在几何形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其中节点的颜色却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你应该还记得这个数准确的来说 也应该是login 那么在此之前 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说颜色的变化 为什么被我们刚才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掉了呢 让我来解释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实际上在这里颜色的确不是那么重要的 关键在于你要注意到 我们这里所采用的并不是所谓的fully persistent structure 而是partially persistent structure 二者的区别你还记得吗 没错 我们这里采用的所谓的PPS 只允许对历史版本做读取 而不允许再对它进行修改 而我们的颜色是用来干嘛的呢 没错 作为一个红黑树 如果它需要做动态的变化 做动态的调整 那么固然需要维护 并且记录每一个节点的颜色 但是如果我已经告诉你 它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版本 已经不再会发生变化了 已经封存起来了 就像档案那样 那么它的颜色 其实也就自然的失去了意义 或者总体来说 对于一颗随着时间的变化 不断的演变生长和消亡的红黑树而言 其中只有最后 也就是最新的那个版本 才有必要 才值得去记录其中节点的颜色 此前所有的一些版本中的节点 其实究竟是什么颜色 已经是无所谓的 因为在我们的查找过程中 它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它们只对修改有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考虑它 非常幸运 幸亏我们可以不考虑它 否则 刚才所有这些方法 都会变成纸上谈兵 这些方法 都会变成纸上谈兵 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 都会变成纸上谈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兵